新义乡双龙村的高山香鱼自己日起进入产季 第一批1.5吨的产量在短时间就被网路订购光光 甚至有消费者不惜远途亲自跑一趟带走数十盒香鱼 销量完全不受疫情的影响 新义乡长全之间也亲自前来捧场 接下来还有两批香鱼出产 欢迎民众尽早下定 经过急速冷冻后的香鱼马上进行包装 除了是要出货给各地的消费者 许多民众更不怕路遥远 亲自来到新义乡双龙瀑布上游的鱼场来取货 并且也马上监主来享受 我们会特地来到这边买香鱼 因为香鱼真的很棒 吃起来口感很好 而且是乌乌乌染的 最主要的鱼都是乌乌染的 都天然的 吃起来口味很好 它本身的鱼都带一点 哈密瓜香味的味道 煎起来很新鲜 吃起来都很棒 口感都很棒 第一批我们第一批抓了一顿半 然后第二批的话 我们是在8月7号 也差不多要抓一顿半 然后到中秋节的话 可能还有12顿 我留到中秋节是 因为很多人很喜欢吃软跟飘 然后就是那时候的雨是比较大 特别大 在新鲜乡双农村的高山香鱼 自即日起进入产季 第一批1.5吨的产量 短时间内就在网路被订光光 新鲜乡长全之间也亲自前来捧场 强调接下来还有两批香鱼出产 欢迎民众尽早下订单 这边的特别的地方就是 这里的海拔不仅高 那这边的风景跟环境跟水 都是第一手的 所以这边完全周围 都是围绕在群山 而且是山泉水 这种环境养殖出来的香鱼 特别的好吃 尤其是鱼肉 所以我们这边也从这个时候 也开始进入到我们香鱼的一个产季 那整个产季从现在开始到9月 那也希望我们国内的一些朋友 如果有需要的 可以来我们新鲜乡双农村来订购 今年的疫情的话 是我们的销售是没有影响到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是我们有那个 伊西岸香鱼 它那边 Google那边就有订单 可以订购 在新鲜乡双农部落 深山中所饲养的高山香鱼 养殖在三泉水当中 因此口感被老涛夸赞 比其他地方生产的还要好吃 吃过的民众也都变成了老顾客 也呼吁有需要的民众 就要赶紧下订单 记者商清福新鲜采访报道